大家好 我是阿天 建議遠征啊 目前這個團隊遠征在地裡點燈喔 那我們神域也有週任務點燈 就是繪製星圖 那繪製星圖呢 今天週任務即將要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任務就是這個神獸迴響 那神獸迴響呢 在更新之後呢 就有宣布說這是一個新的週任務 他就會跟 星圖、神獸、巴別塔 三個週任務這樣循環 那所以 那但是呢 現在還沒玩到齁 我們明天就可以玩到說這個任務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 應該也是差不多吧 就是屯物品 然後解任務 然後也會有專屬的文物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什麼 羅盤 命運羅盤 這個地方呢 當你只要5抽 就可以獲得一個封印符 那應該在各個地方 都可以獲得一些封印符 那所以說我覺得封印符 夜明書 巴別塔的那個錘子 這三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只是 只是換一個皮而已 那他的邏輯玩法應該都是固定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博物館喔 博物館的話呢 我們看文物碎片 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紫色 紫色的文物是40個碎片 金色是60個 紅色是80個碎片 那有關於這個週任務的專屬的文物是這個樣子 當你完成80個呢 你可以獲得這個 阿福羅代帝的這個腰帶水平 10個 那你完成4次80個 這個就是說點亮 怎麼講呢 就是消耗80個夜明珠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紫色的這個文物 但是呢你如果說每次都只完成80個呢 你就無法解到下一個階段 因為下一個階段呢 它才會有金色的金色的這個文物 那有了金色的這個文物之後呢 再來的話呢 你就是520個 520個呢 是25個這個碎片 然後再來就沒有 是這個天造寶珠 所以在接下來的話 那個就是真的是大佬的世界了 所以一般來說呢 可能大家都是目標是囤520個 這樣子呢你就會有40個這個鹿角的碎片 但是520個真的好難囤喔 我不知道 我可能還要再囤一個月吧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我先囤出一隻再說 其實一隻也不好囤耶 一隻的話呢 你要完成4次240個這一個 這個夜明珠喔 所以說你要囤 240我記得我也是囤很久了 而且我還有課金耶 我課金也不算少耶 一個月至少一單 然後再加上月卡 這樣子也差不多兩三千塊 當然我有帶出來 所以說呢 這個我覺得我要囤到500 520個我覺得真的太久了 但是CP值的話一定是520比較高 因為你看240的話是獲得15個碎片 那480的話應該就是再獲得15個嘛 但是這邊520的話他就給你25個 所以說呢 怎麼樣算都是520比較划算 但是我真的是 真的是不想要歸那麼久了 可是我們看齁 歸到520個 240個你是可以獲得這個夜明珠 然後520的話 是獲得一堆的這個封印佛 但是如果說我是用480這個點兩次的話 我就可以獲得 連續兩次的這個夜明珠 啊好 這個懶得想的 反正總而言之呢 我就是不想要再歸到520啊 所以我們就現在先把燈給點一點吧 我們先點一個這個240再說 好那我們就開始點吧 點燈還是蠻爽快的齁 這個花東西就是比較爽一點 好這樣子 心圖我現在完成多少啦 我現在完成等一下先確認一下 不要浪費了 夜明珠這件很珍貴 好我現在是30個 所以我目標是240嘛對不對 好 那這個先等一下 我們先 我們先這個畫240還剩21次 好這是40個 就不管了齁 我們就一直畫一直畫 40個50個 有金色就是代表說可以獲得他的那個星星幣喔 60個 好70個 蝎子 哎呀都沒有都沒有跑出這個金色的 80個 好完成第一段第一階段任務了齁 淋一下淋一下 這個10個紫色碎片 然後再來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的話 我們再繼續喔 再來是100 應該是164吧 好 這樣子 這樣是90次了 100次 喔 花掉100顆珠珠了 鬆快 好 110顆珠珠 120顆 哎呦 喔 4個金燈喔 好 130 3個金燈 140 150 150 我覺得囤這個真的是 好煩喔 我實在是很 很不喜歡囤東西喔 160 會讓我想到那個放置奇兵喔 囤霧奇兵齁 有些無課的玩家他囤到三個月才能參加一個活動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很沒feel 像劍遠真的活動都不會要你囤東西喔 可是這個的話 你就真的是必須要囤 因為如果說以CP值來說 還有他那個文物啊 你不囤的話呢 你永遠就只能解這個80的任務 那這個解的話呢 你就永遠不能獲得某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很討厭啦 就是逼你要一直這樣囤一直這樣囤喔 不過呢一次消耗的時候還是蠻爽的啦 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現在解了多少 離240 唉唷 只差最後10抽囉 好 最後10抽 任務結束 哎呀 最後一抽沒有出現金色的 好 我們解完囉 終於有獲得一個這個金色碎片 所以我還要完成4次 對不起 再完成3次 再獲得45片 我就可以完成一個金色的路小 不過這樣子也頂多是一星而已 可是我真的是懶得 懶得再囤到520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要兌換什麼東西呢 你要先兌換一星 你才可以兌換二星 我現在有500個 第一個齁 第一個我要換什麼呢 我換 第一個真的是爛爛的齁 我覺得我換個 好 換個這個這個寶藏好了 第二個 第二個就好東西了齁 第二個要換什麼東西呢 魔方碎片永遠欠的 這個是限定召喚券 這個的話價值是300賺 我覺得魔方碎片應該是比較貴一點吧 好 第三個 哇 第一次可以換到第三個 這個是300 300 300的話那我150 我可以換兩個吧 對不對 或是我換一個這個 然後這邊我換三個 都可以齁 這是500個 貴族寶藏 我換這個好了齁 阿福羅代帝腰帶 可是這個遲早會滿啊 好猶豫喔 還是召喚券 我覺得 180 沒有耶 這個是180 這是150 我先換文物好了 直接加防禦 最直接 再來是300 唉唷 可以直接換一個鹿角耶 原來可以直接換鹿角耶 阿糟糕 那這樣子我還 我再80個 我可以直接換一隻鹿角耶 哇 我都已經拼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先領一下喔 哇 等一下 花費10個夜明珠 花費10個夜明珠 就會有10個星星嗎 好像 好像應該是更多吧 對不對 唉 那這樣子 我覺得值得拼一下耶 拼一個這個文物 對不對 他加攻擊力啊 攻擊力很 攻擊力非常實在啊 而且是 消耗鑽石 對不對 我有課金啊 我每次都那個限定召喚 花了好幾萬鑽 唉 我應該可以加一些攻擊力 攻擊力最實在的齁 尤其是我用這個單落機 單輸出的 我們看一下齁 畫10個 呃 獲得幾顆星星啊 10個大概 大概是10顆星吧 對不對 看一下齁 再10個 喔4個黃燈 喔 17個 17個 欸 值得 值得 啊 我沒有去注意到說 300個劍可以換出一個這個文物 好 換換換換換換換 好 原本我應該240就停住了 但是 等一下喔 我還要再繪製一幅圖嗎 310顆星星 為了這一個 嗯 欸 欸 啊 我剪完任務就已經311了 唉唷天哪 好了隨便隨便隨便齁 好這我要換一下 耶 我終於有一個路角了 我終於有一個路角了齁 所以說你累積到520的話呢 你這樣子換下來 你還可以再多獲得一個路角 欸不錯耶 哇 那這個詳細怎麼划算的話 可能回去要再計算一下 我沒有注意到說這個 四星獎勵 原來有這個文物喔 好 那我們這個文物就可以開一下齁 寶箱 哇這麼多東西喔 看一下齁 咚咚咚咚咚咚咚 文物碎片 欸 欸怎麼阿基米德羊皮書 這什麼東西啊 好 然後呢再來 金色路角 欸太好了齁 直接攻擊力加1000多 哇 你看 每消耗500鑽石攻擊力加2.3 生效數量是1074 所以說我在遊戲中我已經消耗了 是500乘以1074嗎 我已經花了有50萬鑽了嗎 有那麼多嗎 嗯 其實也有可能喔 好這個 這個是紫色的腰帶 加防禦力 漂亮啦 好再來就不夠了 沒有關係 我們隨便 阿基米德羊皮書 60個遊俠英雄防禦 可以啊 欸 讚讚讚讚讚讚 哇這個文物就是一個大坑 這個是 拉開吳克跟這個 克金大佬的這個差距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剛剛這一個是 這個是路角齁 我想給路角稍微修復一下 他是加攻擊力的嘛 全體都會有 來修復一下 大家都吃得到齁 不過好像只加400多 好啦這個坑怎麼填都填不完齁 OK那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現在就是卡27隻60啊 攻擊力不夠 我們來看一下齁 發展示了 我就看來的時候 可以看來賣蜜 來這裡 我們這個 是在過程中的 發生排氣 我觉得 我觉得买的神器 有机会多刷几次 好啦拜拜